9月19号,随着全市居民原则居家结束 成都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这座以烟火器著称的中西部超大城市正式归来 当日八时许,在成都其中初中附属小学 469名新生正从专用通道有序入学 该校副校长郑燕介绍 收到复课通知后,老师们打扫了教室 给学生们准备了新教材 在新生适应新校园环境后将逐步恢复正常教学 其中就是一年级的小朋友 他还没有开始报道,就已经上网课 他对老师、对学校班级、对同学都是陌生的 出于这样的考虑呢 我们就给一年级的学生设置了专门的进校的通道 由二到六年级的学生代表来拜议他们 随着全面复工的到来 在成都主干道天府大道上 私家车、出租车、公交车穿流不息 中国华锡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安装工程公司事业部办公室主任李扬 就是驱车上班大军中的议员 他直言,虽然路堵,但他的心不堵 甚至好久都没这么畅快了 居家办公跟在单位上班 唯一的区别我觉得 就是效率上面有很大的差别 因为在公司的话 我就可以很专注地做我手上的事情就行了 不需要考虑其他的 然后就是十几天的时间 我觉得还是外面充满烟火气的程度 更让人感觉到舒心 因疫情进入防疫泡泡13天的梁小娇 在得知可以结束闭环工作的消息时非常激动 因家里只有两个老人和五岁的儿子 所以整个闭环工作期间 家里的情况一直牵动着他的心 闭环生产结束后 我是当天凌晨12点就开着车子回家了 回家的路的话 走了几百上千次 但是这一次的话 就觉得走得特别特别的幸福 心情特别的激动 终于可以回家看到自己的家人了 我们烟火成都终于归来了 在成都高新区议婚姻登记处 不少新人正趁着解封的好日子来登记结婚 从办理手续到终于拿到结婚证 新人们的脸上无不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本来是打算在9月9号 也是我们十周年的日子 然后来领证结婚的 但是受疫情影响呢 这个事情就没法行程 没法完成 成都全程逐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的日子 然后在这样一个重新焕发生机的这一天 来领证也是非常有意义的